继续带您来看中研院的研究人员 在台东县长冰箱的八仙洞 发现了两万七千年前人类活动的证据 这也改写了台湾最早有人类的记录 不过呢八仙洞的遗址从民国五十七年开始 就被一些庙宇占用 县政府表示将透过各种方式 请这些庙宇搬走 活定八仙洞遗址属于海石洞穴 在民国五十七年考古发现了有人类活动的遗物 但当时推估这些遗物距今大约五千到一万五千年 不过三年前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人员 又再度进入八仙洞遗址区考古 发现了距离现在大约两万七千年前 就已经有人类在洞穴中 使用火堆和石器的遗物 更新了台湾最早有人类的记录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十三个新的洞穴 使目前的遗址洞穴增加为三十个 但有七个洞穴长期被庙宇占据 政府在九十五年公告八仙洞为国定遗址后 还有五个洞穴被庙宇占据 台中县政府表示 现在又有新的考古发现 会再努力协商请他们搬走 用协商为主 法律诉讼为辅 慢慢的希望这些被占用的这些洞 可以慢慢还给历史 还给环境一个原来的风貌 八仙洞的这项新发现 也受到国际间的重视 有二十多位国外学者来到台东 分享这项考古成果 同时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也举办特展 让国人来看看台湾最早的人类生活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感谢观看nek